7月31日晚,解放军驻港部队在香港中环军营举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庆祝建军92周年招待会。 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提及香港近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时表示, 驻港部队强烈谴责暴力行为,驻港部队坚决贯彻基本法、驻军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陈道祥在致辞中说,解放军驻港部队进驻22年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作风,锻造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谈及近段时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陈道祥予以强烈谴责。 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发生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局, 严重挑战了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社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严重触控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陈道祥说,驻港部队坚决贯彻基本法、驻军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驻军将坚决听从南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坚决贯彻基本法、驻军法、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官严正制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活动和 司法机构依法承治、暴力犯罪犯罪、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的法人委员, 与社会各界携手开算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招待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现场播放了《不忘初心守护香港》主题片, 其中包括反恐、防暴、贫暴之乱的演习画面。 当天,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港机构主要负责人、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部分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外国驻港领馆总领事等 共约4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了此次招待会。